最慘那個階級 竟然每年是負2.5萬 所以算是透枝 也就是說今天馬總統一直說 他的這個政績比阿別好 就你從這個數據知道 馬總統不但是禍國殃民 他連最窮困的老百姓 他都沒有辦法去照顧 那麼我要說一件事情 管中民真的要趕快面對未來 我給各位看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是一個很驚恐的數字 因為剛才美人講的一個數字 讓我嚇到 因為美人跟他講說 就是最大的拍賣房子 去年500億 今年的狀況是 好 我要說一件事 金額就是不動產公司 仲介公司 去年可以做到500億 我覺得廣州你他 如果他的預測一直失準的話 今年可能會更慘 為什麼這麼說 這是兩個月前的預測 兩個月前的預測 這個是經濟 結果數字又下修了 因為這是今年預測 最慘的是1.9 但已經下修對不對 那麼對明年預測 還有2%到3% 我要跟各位報告 這個數字 如果去年扣掉房地產投資的話 這個數字是負的 負的 因為去年 就是今年 今年所謂的投資 佔我們GDP是成長10% 但是那不是企業投資 都是房地產增長的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管中民不覺悟的話 說看到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恐怕會更慘 也就是說沒有3%了 甚至可能只有1多 就把房地產拿掉之後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你把這個瓦斯 因為該瑞德講的道理 瓦斯直接衝擊的是小吃店 所謂比較生活水準比較辛苦的家庭 還有所謂的開車的人 這是直接對我們生活 直接有衝擊的 有小吃店 如果你把瓦斯一拉高 表示所有的白領階級去吃飯 他要付更高的費用 他的消費會減少 今天我已經努力儲蓄了 觀眾朋友你知道 我已經努力儲蓄 就我儲蓄的錢比較少 表示我所得根本就不高了 這時候我連吃飯的錢都要增加 那瓦斯 電租 因為房地產上漲 電租更增高 所以這惡性循環 你今天江院長還說明年3% 江院長你插了一袋 其實我們講了那麼多 我補充說明一下 講了那麼多 其實我真的講坦白 不需要為了管宗明一個人這樣 因為他代表的是 這整個內閣跟政府的 朝廷的縮起縮影 對 這群爺們 對 這爺們 娘們也是一樣 這樣坦白的 他們不把人民放在眼裡面 這最重要的 其實台灣人民其實 要的真的不多 其實就四個字 苦民所苦就好 你讓我們日子過得正常 不要太苦 這樣就好了 我說坦白的 可是不是 從去年當選了以後 馬英九二度當選了以後 就是所有的措施都是壞消息 都是讓我們日子過得更好 賺得更少 然後過得更苦 然後花得更多 所以其實很簡單 如果真的苦民所苦就很簡單 現在要過年了 你讓我們過一個好年吧 至少從現在開始 你所有的措施政府 所有的事情 都讓我們過一個好年 不要再給我們壞消息了 我覺得我們也不用到 做中研院院士才知道說 其實很多的政策是連動的 對不對 尤其是經濟的部分 他都是一個連動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還是一個主事者 你各部會的一個連動的協調性 可能他認為說 我油就是要漲 要不然我沒辦法平衡 可是你們想到 你這邊你抓當部隊 你這邊漲會連動到很多的東西 你不能直接這樣蠻幹的 可是看來管宗明 他也沒有辦法能力指揮 油當然要漲 你知道今年的稅入短差多少錢嗎 800億 要從哪裡來 這個可能台灣的百姓沒有去追究 其實國際油就要往下走 對 沒錯 所以我為什麼講說今年稅入短差被罷業 來 馬上鼓 你看 北海布倫特實用 來 看一下 這是最近的走勢圖 對啊 往下走多少錢 往下走啊 而且運期未來還要再跌 要花你這種獎金 不能講話 運期要未來下跌 因為他之前買太貴了 因為之前都一直沒有調 現在政府的書法是這樣 他是因為去簽了 馬英九上任之後 簽了8年的長約 而且是買在最高點 我一直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以前有討論過 他買那個油 我認為是油鬼 你怎麼可能買8年 而且買那麼貴 結果要跟他購媒公文說 購媒公文不見了 就差到頭的頭腿了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公公公 燒掉了 感覺你被被被 真的啦 去偷公文 燒掉 新聞 畫畫畫 其實我再延續一下那個話題 其實有一個國際機構說 台灣未來十年 經濟成長率都會在2%以下 對 這是正確的 這是百分之百正確 他說因為你們的結構完全都變了 產業結構沒有調整 還有就是他看到你 都太依賴中國 對 為什麼我說我們賺那麼多錢 怎麼會1.7 因為都在中國賺 事業率怎麼沒有降低 因為都在中國製造就業 對 宏儀所講的也就是我覺得很感慨的地方 看到數據 我們所賺的錢 企業所賺的錢是倍數增加對不對 可是在台灣收不到稅 然後看不到錢 我們的年輕人所有的薪水都是低於3萬塊以下 那錢到哪裡去 這幾年來中國突然間大局 這幾年來十年之內突然大局壯大 誰中得陰對不對 誰把錢拿去那邊投資 誰去那邊賺錢 誰去僱用他們的員工 使整個中國壯大了以後呢 現在老大哥要照顧小老弟 你如果我和我兒子 和我女兒 你和那年輕人的同學 你開港 大家都你說什麼 我們要去新加坡 我們要去澳門 因為澳門一個月7萬塊 那個花牌 河關 他說我在台灣賺2萬多怎麼生活 我什麼時候買得起房子 現在是大家都要去外面做行為 成幾何時我們成了人家的外勞 而且重點我先給大家看 就是數在這個地方 上市公司前三季而已 大賺了59個百分點成長 我跟增一下金額 總共是賺1兆1900億 但是累積今年全在這邊 1兆1900億在這邊 但是都是前三季 所以累積今年全年 可以賺大概1兆6000億 這是從來沒有賺這麼多錢 結果我們的稅 對 短收 然後我們的薪資減少 然後我們的工作機會也減少 然後我們出口也沒有增加 對 所以這個數字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是 台灣的經濟的惡劣狀況 可能比我 比這些爺們想得還要更惡劣 所以我剛剛完全認同 那個鄭大哥說的話 台灣的經濟可能狀況 未來這幾年完全沒有辦法復甦 為什麼 只要講一個簡單的道理 前陣子去年郭台銘說 要走這個所謂的自動機器 然後台中港就真的一條路 那地方真的開發自動機器園區 結果一開發完之後 土地全部都被銷售一空 你去看 通通是空的 問就對了 你有這個園區 為什麼土地銷售一空呢 答案清楚 原來這個財團 不是要去買這個地蓋工廠 它是先卡位 反正你這些人都要嘛 對 傑明我請教你一件事 桃園航空城能夠不蓋嗎 桃園航空城當然蓋不起來啊 不是 能夠不蓋嗎 為什麼 因為現在地皮全部都被炒了嘛 很難誇張耶 你看這個不要說多久 就算4年前 4年前一坪農地 大概差不多3萬就已經抽屁了 現在9萬 農地9萬耶 那農地貴叫什麼 連那個池塘啊 池塘也可以變9萬 你知道整個為什麼有池塘 池塘就是因為這個 就是大水的時候 它可以就是去水嘛 連池塘也算進去了 所以我要這樣講 馬總統的政績 就跟桃園航空城一樣 虛而不實 華而沒有真正內涵 重點是什麼 都在欺騙老百姓 我再講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就好 其實石樹梅主機總長有出來講 他說我們為什麼現在這麼差 因為台商在中國在地化 對 台商在中國在地化 就以前我們是互補 因為他們要跟我們進東西嘛 現在是變成競爭關係 而且這個競爭 他說以後會越來越激烈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被鍛鍊了嘛 這就是我們出口一直萎縮的原因 現在我們總共的生產 100億有53億在那邊中國生產 對 百分之53 台湾那也好 對 關鍵其實就在這裡 所以管中平才會出來說 委員我們以後會減少依賴中國 不會負氣 而且自由經濟貿易區真的是 舊台灣經濟的唯一的路嗎 所以經濟學家都講 如果是這樣的話 很可能這一條最後是死路 因為我要再講 不會變啦 為什麼不會變 馬總統執政不會變 而且會更慘 你看他對中國的那種態度 我們的航空識別區叫中國怪的 我們的總統竟然說 那不牽涉領空 不牽涉領土 不牽涉主權 自委嚴格 自外貨 反正我們平常也沒在用 你知道人家今天菲律賓大使 菲律賓的駐美大使說什麼 台灣要出來講強硬的話 對 連全球最有名的軍事雜誌 叫詹氏防衛年鑑 他有一個竹筆 他在日本的外交官 這本專業雜誌上面 他投稿 他都講 他說馬英九你應該要強硬 而且台灣最好的籌碼是什麼呢 中斷兩岸之間 暫緩不要中斷 暫緩兩岸之間的交流 再來 暫時不要讓中國的高官來台灣 可是陳德明不只來了 而且大勢張揚了 走了八天七夜 已經要回去了 這些事情都是你馬政府可以做 可是我們的馬政府在幹什麼 他跟你講 那個航空識別區 我們已經很久不用了 跟他的綠卡一樣 久不久就失效了 所以我們其實也很少在用 所以那就算了 大家也不要在乎 今天鳳儀 我做個舉例 今天我在你們家門口 三公車的地方有一個三公 鄭鳳儀你還出門要經過我的黨 你不經過我的黨 我跟他報告 你跟你們家的人說 沒關係 我們就不要走這麼遠 我們三公車他來走下去了 明天我知道我就回到你們家客聽了 鄭鳳儀這你們家客聽了 你遲到這條線 我幫你報告 他已經告訴我 有一天 我就回到你的房間裡面去說 鄭鳳儀你們家是我的 和你們母子的東西 你所有家人都說我的 我們回到後就說 好 我很放鬆 做一個困難 沒錯 對 漫漫叫的台東 你換所說的這個東西 不僅僅是我們台灣的政治問題 跟軍事問題 還有經濟跟未來的前途問題 為什麼大家會說這麼多 我們自己自我矮化 從六萬平方公里的重疊 我們自己割到四萬 四萬又沒有割到割到兩萬三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我們的 我們除了身為總統領導的人說 這個跟領土 領海沒有關係 然後我們的軍方是說 我們的軍機飛了二三十架 人家也沒人起來攔截對不對 然後老共這邊的意思是說 我們外交 我們透過路偉會去跟他們講對不對 他說這個東西最主要是 針對日本 不是台灣 然後我們這邊沾沾自喜 跟我們無關對不對 我們就這樣 你錯啦 怎麼會沒有關係 一定有關係 因為中國共產黨 從以前到現在 最看不起沒有骨氣的 中國共產黨最痛恨 但是也最欽佩 可以跟他起鼓相當的玩心機的 人前手拉手背後下毒手對不對 什麼叫統戰 統戰就是結合 吃藥的敵人 打擊主要的敵人 因為東海和平協議要怕什麼人 東海所謂的防空識別區 要怕什麼 要怕日本嘛 明的是日本後面是美國 要說出來太平洋嘛 我請教你嘛 他現在就是因為 台灣跟你互相處對不對 你就是吃藥敵人嘛 現在這個情況下 你是吃藥敵人嘛 打出去了以後 我一天像連環說一樣 我問你 他東海往下 黃黃是不是往下 哪海往上對不對 不好意思 他把你整個台灣海峽 我台灣整個包進去 真的睡到你們家 你睡到你們家 我房間裡面去了 你怎麼辦 這個是多嚴重 這個是鄰國說 你真的要跟他講他 你怎麼不要講他 我們不要不要緊 對不對 怎麼外走 你世界各國會不會看台灣 會啊 我會補充一下 那個位置為什麼那麼重要 就是你松山機場一起飛有沒有 三分鐘就是那塊區域了 所以那個地方有多近 我們來對比一下 當時菲律賓發生了台海的 我們說的漁夫的死亡事件 對不對 我們是直接逼近到對方 一擺海裏 那是逼到那邊 結果人家現在是 逼近我們三分鐘的行程 我們馬總統一點座位都沒有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比對他對付黃金平的很近 有沒有 是不是 電話打了六通 還請你要夜奔他家夜招 來我們的中東舞台 然後第二天 這不是關說什麼叫關說 你看那個強硬的態度 把他甩比這樣子 要打架的樣子 結果你對中國鬧的樣子 這第二件事 因為黃金平是敵人 中國不是敵人 真的會這樣子 本來就是這樣 真的 老百姓 你同一個說 老百姓是馬總統的敵人 第三件事 今天美國也在看 你面對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是往中國偏移 那你就真的武器不用賣了嗎 所以其實從這樣子的一個邏輯 回到就是說 為什麼大家對台灣的未來 是沒有信心拚命存錢 也就是說我們對台灣的未來 不確定 很可怕 因為我們其實包含很多的台商 其實台商心情也是很矛盾 他已經深耕中國了 可是他又有醫療什麼 他是要回來台灣 他又希望能夠保有台灣 跟中國的不同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生活方式 可是你剛剛想要中斷 這個兩岸的這個交流 當然是不可能 國國可以 減貨 但是你至少要做一種表態 可是就是說不懂 馬英九先生在這樣的國際情勢 對我們非常有利的情況之下 他到底承諾了什麼 不敢講話 像這次去日本 我就發現日本的民間 對台灣人真的非常友善 所以各位 你如果要去日本買東西的時候 你盡量說台語 他們現在稍微聽出來 分辨 國語跟台語不一樣的 所以民航局很惡劫 因為平衡東海四倍 ADIG